我们在影尘回忆录里看到,谭虚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,和一位信留的好朋友,也是一位学佛的知识,在一起读楞严经,就是八载寒窗读楞严。 楞严经能否体会能否有误处,另当别论,但是八年独一不经,纵然没有误处,也有了一点定力,就凭这点功夫,就能帮助鬼神。 当时他们几个人合伙开了一间中药铺,有一天中午,没有什么生意,刘居士便在柜台上打瞌睡。 打瞌睡时,出现的境界似梦非梦,但是又很清楚,看到两个人到店里来找他,这两个人是他的冤家,在过去为了债务纠纷打官司,他赢了,那两个人输了,输了以后,他们上吊自杀。 事后他非常后悔,心里也感觉很难过,以后学佛,对因果就更清楚,看到这两个人不像有恶意,所以心也就比较平静。 这两个人走到他面前跪下来,他说,你们两个来找我,有什么事情? 这两个鬼说,求超度。 于是他又问,你们要我怎么超度? 鬼说,只要你答应就行了。 他说,好,我答应你们。 说完之后,便看到这两个鬼魂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。 这两个人走后,又来两个,一个是他过世的太太,一个是他过世的小孩,也贵这球超度。 他点点头答应了,也看到他们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。 什么仪式都没有,那是真的,不是假的。 由此可知,超度要有功夫,没功夫不行。 不是面积变咒面积不经就行了,那个力量太薄弱。 我们自己修行没功夫,要超度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。 用什么方法? 读经念佛。 但是数量要多。 念一卷经的力量太小,没什么用处。 要发愿念一百部经,这一百部经是为他而念的。 念一千部经,这一千部经是为他而念的。 这个有功德,而且力量很大。 有功夫的,像刘居士一样。 八载寒窗读楞严,这有定功。 所以他念一卷经念几声阿弥陀佛,就有这个力量。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。 只有念一百部,二百部,一千部。 专门为他念。 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,七分功德。 念的人得六分,他得一分。 但是这一种为超度而诵经念佛,一定要有七线。 这一千部经,我要一百天念完,一天念十部。 这样才行。 不能说我给你念一千部。 遥遥无期。 想到就念。 没想到就不念。 那个没用处。 这当中的道理,都在地藏经上。 南谋阿弥陀佛。 而明天天天之下。 lac之后。 修里面印到佛。 最后了。 真正. 中国至三千四十。 还好。 大就是抄抄。 修里面参赏的。 不疯。 因为没有参赏。 和参赏的波上阿弥陀佛。 takiej後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